所以如果真的是新人的話 出來應該怎麼稱呼我們 康永哥 A世界 那漢典呢 誰問你啦 我真的被你氣死耶 而且我跟你講 要給新人穿出來 新人如果高跟級的太高 馬上就要換一套拖鞋 好 這位新人呢 也是原住民的名字 我們歡迎阿彌特 阿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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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到底是要讓我出來沒有啊 真的 怎麼會耍大牌的新人 我們現在改名叫布妮 我沒有耍大牌 那我在後面一直跺腳 我說到底什麼時候快快 妳跺腳聲音好強喔 是高跟鞋嗎 是嗎 不是換成新人身分以後 要改穿平底鞋嗎 沒有 因為其實我今天來的是 我們幫妳準備了來拜託耶 妳來在台東就穿這樣啊 新人耍大牌不穿 我現在還不上妹耶 妳不是阿彌特啊 妳就為了不換來拜託 妳很足賴妳 在那邊好戲什麼的 妳不是要腳踏實地唱歌 那是表演的時候啊 我現在這樣子不可以 所以妳現在是阿妹是不是 我現在是 所以妳不用宣傳阿彌特的東西了嗎 要啊 當然要啊 不行啊 就是我們只能用阿彌特的身分 阿彌特也沒有說要穿藍白拖鞋 沒有嗎 妳不是說阿彌特就很自由 可以穿假腳拖鞋唱演唱會 然後還用新人的價碼去唱那個 春娜啊 對不對 對啊...因為她是新人 那至少可以脫高跟... 是妳吧 不是她吧 她... 我現在是阿彌特啊 不知道妳要怎麼搞定 請問...請問跟那個 何酒正在一起的是阿妹還是阿彌特 好難打喔 真厲害 誰啦 阿彌特的那個... 阿彌特的那個 妳那個最近有個代言主持人是誰 那阿彌特唱歌比較有聽還是阿妹 那阿彌特比較漂亮還是阿妹 兩個都很漂亮 對 兩個都能唱啦 對 那阿彌特比較喜歡何酒正 還是阿妹 我比較喜歡跟佼佼聊天 妳今天講到重點咧 妳可以用這個辦法製他 沒有問題 妳自己跟他講 我唱的那首歌 是不是有讓妳熱淚盈眶 妳...不瞞妳說啦 他現在歌唱得比以前好很多 真的 所以有算是好聽嗎 那為什麼妳的演唱會 從來沒有請過小S當嘉賓 因為他很忙啊 我跟妳講我還要正要講 阿妹這一次最後一場台北演唱會 我自己花錢買票 最貴的位置坐在台下 然後全程站起來在那邊大熱舞喔 然後我就後來轉頭一看那個... 上面那個VIP 都是拿免費票的明星 從頭做到尾 王洪恩 有喔 好不好 沒有 有站起來啊 而且我在演唱會的最後 其實我有...我想要請他唱歌 可是當我在台上一直叫說 小S... 然後所有的人都說 好 這個... 錯... 琪琪琪好丟臉喔 因為擅長的時候 我會趕快搶先一發 他有人叫我 他叫妳唱歌然後妳走了 知道他怎麼下台 你知道我回到家 他們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妳知不知道剛才阿妹 叫妳上台跟他合唱 對 然後我之後正在拖鞋 我就說 一直在踹那個鞋櫃耶 就是我真的會到死都抱著遺憾耶 阿密特其實是我原住民的名字 是 然後... 阿密特在原住民的名字裡 代表的意思是 他是沒有意思 他是那個鼓勵來 然後什麼... 那我是阿密特 對 所以正確的稱呼 是把姓擺在前面對不對 是鼓勵來阿密特 應該是名字在前面 阿密特 鼓勵來 如果說要寫出來的話 是阿密特 然後鼓勵來 他們都也有... 有啊 都有啊 都有自己的姓跟那個 我很長啊 你看看 你再講一次會一樣 這一樣啊 不用... 不用... 真的一樣 不是在亂講嗎 沒有...是真的 但是名字在前面 不用是我的名字嘛 然後不用... 不用是我媽媽跟我爸爸的姓 我為什麼一直聽到等一下 對 我一直聽到等一下 因為等一下才會變成這樣 等一下是你亂加的嗎 沒有啦 等一下是什麼 等一下是從哪裡來的意思 所以以前我們布農組來講 你只要把完整的姓氏爆出來 在山上你就知道 你住那邊嘛 那個山頭就是你家 對... 對... 不用寫地址啊 所以你說名字裡面 有包含地址喔 絕對啊 有... 有七號啊 沒有 這樣信封寫下來比較方便 等一下寫完 三十五相 七十五弄啊 你們八號啊 真的假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哪有這麼快 哪有這麼快 哪有 不是 因為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在錄影前喔 被來賓恐嚇過 誰 剛剛我就過來裡面 在那邊講說看一下那個手卡 然後就有一個人過來說 然後我就說 這有什麼好不能講 他說 然後我就說 我長老很氣 還是我奶奶很氣還怎樣 我說可是這件事情 不是就是好笑嗎 他說 他們都很沒有幽默感 然後我就說 我跟你講 你不恐慌我還不講我要講 他說你接著看... 然後我就說 到底是誰給他喝酒的 因為從他的言談之間 感覺他應該是已經醉了 已經有喝醉了嗎 到底是哪一位 我看一下 看在現場的殺氣 應該是小君吧 沒有... 妳得罪他的長老 你看他的眼睛 親愛的 妳... 妳是怎麼樣呢 沒有 妳怎麼樣 沒有 我有那麼誇張嗎 有嗎 很難休息耶 有嗎 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不要不要講... 他真的有打電話給妳嗎 對啊 酒醉 打電話來講什麼 比音啊 妳是小君嗎 妳在我婚禮喝醉 整個大露內褲 大露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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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給我講... 妳在給我講 等一下 好... 好羞狠的 等一下 妳要講這個是不是 然後我就講這個 好 先休息 先休息 我們進一段廣告喔 我每一次 只要有碰到原住民歌手 我都會很主動的說 你好 我是阿妹這樣 然後我說你是什麼 然後... 所以妳有覺得 妳看完那個的演出 就一定要表演得好 妳才會跟他做朋友嗎 如果唱很爛 也不是啦 因為其實就很... 很少 那麼奇怪的問題 壓緊手藥分 對啦 我真的是很深茶 還是什麼聰明的 等一下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妳這個證明 感覺我更想喝酒 對 等等 我不想上妳的節目了 先炸 我跟你講 來... 妳可不可以從現在開始 好...不吵架... 好...先冷靜耶 所以妳們得知阿妹 想要約妳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有覺得很害怕嗎 不會害怕 反正很開心 可是第一次跟她講話 不會緊張嗎 不會 因為她很有親切感 那跟張惠妹出去吃飯的時候 會考慮說是誰來付帳這些事情嗎 都是她 一定是我 那一定是妳喔 真的嗎 我常常跟妳去吃飯 妳都說 哪有... 哪有... 她有帶卡 然後大家打開說 她說 幫我們帶現金 為什麼要這樣 而且... 而且還聽門外說誰 她每一次譬如說 他們家族要出來烤肉 然後就會搖我出來 就是她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家人 這樣子 那妳們有自己攜帶一些肉啊 鐵布蠟過去嗎 當然不會啊 在禮貌上不是要攜帶一些 那種什麼豬血糕啊 會不會讓他們烤肉 沒有 沒有 妳會嗎... 妳會嗎 我可以...妳在那邊跟他醜一直嫁 冷靜這個妳會嗎 妳告訴我 妳告訴我 妳家政會妹有在妳後頭 跑去主持星光大道嗎 有 對 評價滿高的 因為那時候妳接在我後面的時候 我還想說 這樣子應該要鼓勵阿妹一下 因為接在我後面壓力很大 就像在妳後面唱歌是一樣的 然後那時候妳帶完班 我就問蔡剛才說 怎麼樣 就妳知道裝好心 可是其實是想要聽到一些那種 妳就想聽到我講說 糟糕了 對... 結果沒想到他對妳評價非常高耶 他說妳主持起來很放鬆 他超厲害 真的嗎 他像一個完全就是 自由自在的主持人 一點都沒有在那邊 他不是假裝自然 他是真的自然 因為妳說 開玩笑的啦 你怎麼會講 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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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要睡不到妳 我跟頭這樣一回來 妳人都很好 妳今天準備要唱的歌是我無所謂 真的還假的 妳真的可以嗎 因為妳要在季曉君後面唱 妳是說我壓軸嗎 對啊 一定可以 我等一下會唱平衡的 這樣比較好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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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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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白癡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這樣 而且 我抱得來 什麼 其實可以更好的 僅會把那個 Keyboard後帶起來 師傅也要陷害我是不是 這個很低耶 CD沒有關係耶 我已經低到是 我彈得要出來了耶 沒關係 因為 黃黃恩說公公來了沒有 我們就會結束 真的嗎 我們就不停 我們會進去 無論如何